大家好 我是智盛 最近我老出去录节目真的很受挫 因为唱歌 跳舞 各种乐器我也都不会 别的节目都急了 智盛 你除了脱口秀还会啥 你看人家其他节目都各种声光电 在台上多耀眼 我说你要是想要声光电的话 我还会电汉 我这个节目比他们耀眼多了 你都睁不开眼 我从小学电汉 是因为我爸想通过这个事 反向鼓励我好好学习 结果没想到我天赋这么强 十岁就会焊铁锹了 村里都轰弄了都出去传 说我们那出了个电汉神童 真的都有人来看我汉铁锹 看完还夸朗说 这孩子还真是个吃苦的好苗子 然后我自从学会干电汉之后 我爸就老让我帮他干活 暑假 寒假 周末 边干活边说我 说你不好学习就只能干这个 我说爸 我想好好学习 我没时间呀 而且也没时间学才艺 整天干电汉 就过年的时候 我表哥在那里表演双截棍 把我气得呀 偷偷地把他的双截棍 汗成了棍 我是没想到这个棍打人 也这么疼呀 我在娱乐圈就一直没有找到 电汉的用武之地 因为现在的节目都是什么 蒙面歌王 蒙面舞王 我就不明白了 你唱个歌 跳个舞 你蒙面干啥呀 电汉才用蒙面呀 我能想到唯一的用处 就是你们的CP BE了 我能给他们汗上 所以我真的 我进入这一行 真的就误打误撞 我家里也不是 按这个方向培养的呀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是个真正的 种地霸少年 就现在很多少年 真的不理解 种地这个事 前段时间一个少年 问我说 志生哥 你会打农药吗 他其实说的是王者荣耀 我哪知道 我说我会打 从小就打 他说你一般打什么位置 我说我打什么位置 主要取决于哪里有虫 他也听明白了 说原来你喜欢打野呀 而且回家 老家人也不理解 我现在的生活 真的我过年回家 亲戚跟我说 我说志生 在村里给你接了个活 去咱们村养鸡场直播 跟我说 你去养鸡场直播 啥也不用干 你就追着鸡跑 你让大家看看 咱这都是走地鸡 还说 我跟你说啊 这个直播间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叫乘胜追击 我都疯了 我说你要是光追击的话 你是不是放下狗就行呀 除了在农村里养成这些技能之外 我在大学还学会了修电动车 因为我那个时候花二百八 买了一个电动车 就那个电动车破的呀 就是你给电 它不光往前走 它还一直在那抖 就你坐一会儿 你身子都麻 有一次一个女孩坐了一次 跟我说说 至少你这个电动车 是不是漏电呀 真的我第一次坐电动车 晕车 哎呀真的关键是 这个电动车啊 它还老坏 就有时候骑到半路 它就坏了 我还得停下来修车 真的有时候修得吃热了 路过的同学都惊讶 说这个同学到底什么专业的 他怎么也不学习光修车呀 真的所以《众地化少年》 这种节目真挺好的 我就希望 以后能多出点这种节目 什么蒙面汉匠 拜托了电动车 养猪秀大会 我昨天是在节目上 最闪耀的那个 谢谢大家 今天的主题啊 退网吧 退网 真的大家先别退 因为我这高红呀 前段时间我还去演了 《独行乐球》 所以我现在也是29亿票房先生了 所以今天比赛我可能不是票数最高的 但一定是票房最高的 而且我在那个电影里的表现 怎么说呢 就是你一秒都不能错过 因为总共就三秒 就是大家周围的人还很羡慕 跟我说是自身 你跟沈腾老师合作开心吗 我说我都没见过沈腾呀 就拍这个电影 我都没落着去片场呀 就是一个人在我们公司 拿这个摄像机对着我拍了三分钟 给我说 说恭喜徐老师杀青了 我都懵了 我说你这是拍电影了 还是拍短视频了 结果电影一上映 我说这怎么比短视频还短 而且这三秒还上了热搜 徐志胜在《独行乐球》上讲脱口秀 十条都快比我的台词长了 关键是还有人在那夸浪说 虽然只看了一个片段 但自身的演技疯神了 我都懵了 怎么都疯神了 我还没来得及演呢呀 现在网上这是什么都敢夸 我现在只要在网上发一些 我穿好看衣服的照片 下面的评论全都是 自胜大帅哥 太帅了 自胜绝美 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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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你们都 把我夸恍惚了 真的 就有时候我都忍不住 去问我经纪的 我说姐 我最近是不是变得 有点太好看了 真的 我就想听点真心话 我今天跟我说说 这事没有 你就是哗众取宠 大家都爱看小丑 我说行了 讲 我清醒了 这个真心话 是真难听呀 我当时我都想 在我下面都是大摔根了 那些爱豆下面 还能有什么形容词 但我就去看了 我就发现 真的没有形容词 全是老公老公老公 用名词表形容呀 我当时就只剩下 一个底线 我就去看了看 广志的评论 发现也全是老公 甚至还有几个宝贝 我都懵了 我说 我现在不会是全网 最后一个大帅哥了吧 而且啊 而且大家真的是 就是在网上这么夸我 我特别的不习惯 因为拍马屁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呀 而且大家现在在网上 这么夸 真的就把马屁 都拍得通货膨胀了 就我身边同事都说 我现在夸得没网上好听 就关键网上喊的那些 我也说不出口呀 就以前啊 大家都说我拍马屁 是讨好形人可 现在大家都说 我拍马屁 是费力不讨好形人可 但是夸人总比去吵架好 现在大家网上到处都在吵架 就我最近特别喜欢看 修驴蹄的视频 就是把不好看的驴蹄 和坏了的驴蹄修好嘛 对吧 真的就这在下边 大家都在吵架 有说修驴蹄疼 心疼驴的 有说修驴蹄不疼的 还有在那劝架说 驴蹄肯定不疼 因为这修的是马蹄的 最让我生气的 就是下边这个 一个夸奖的评论 说这个驴蹄修完之后 这是绝美呀 我咱都蒙了 这是个驴蹄呀 它怎么也绝美 它最多是脚美呀 真的我有时候挺羡慕这个驴的 有时候真的挺羡慕驴 因为它不会上网 就这些评价 它也听不到 你夸我也好 骂我也好 爱说啥说啥 反正我的驴蹄 是扎扎实实的变好了 至于你要 非要问我的驴蹄 当时是怎么受伤的 可能就是踢了一些 不该踢的脑袋吧 谢谢大家 我是智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智圣 我是智圣 哎呀 最近经常会有人 问我一个问题 说智圣 你为什么总是看起来 这么快乐 我说可能就是因为 我笑起来特别夸张嘛 真的 我这样都只是我在微笑 就是我在那站着不动都会有人过来问我 我说智圣 你在这儿热啥了 我真的就是傻了 因为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也不好 我家是22岁才装的空调 夏天真的很热 你也没什么办法 你去游泳 水深 在外面火热 有一次给几个火麦在外面热得受不了了 我就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说这么热 咱们不如就跑起来 跑起来就有风 有风不就凉快了吗 真的 大家听了可兴奋了 跑得可快了 跑起来是真凉快 但停下来是真热呀 所以就得一直跑 有个小孩都热懵了 给我说 说智圣 我头疼 我是不是中暑了 不 你应该是着凉了 我一直以为我们越跑越热 是因为跑得还不够快 直到上了高中我才明白 这个动能转化的风能 它就是要产生热的呀 越跑越凉 它都不符合能量守核定律 你一旦听说之后 跟我说说智圣啊 你就是傻 你就应该在那别动 让别人围着你跑 真的我听完 我说还是你见过电风扇啊 能想出来这么缺德的主意啊 我在仔细想了想 我说这不就是我给他打工的现状吗 我们努力奔跑 李旦生活美好 我们跑了五年 李旦匡匡数钱 我们跑得拼了命 李旦说今天晚上喝得不尽兴啊 关键是他还在那啊 跑得快地拍个灯 跑不动地换个人 这是什么能量守核 把我们的动能全转化成他的无能 有人就问说智圣 你们老这么跑身体受得了吗 我说没事 幸好我们有经典超绿牛奶 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喝完还能接着跑 但我还是挺珍惜的 我这个普通话能念商务 已经很不容易了 真的 就给大家聊聊我的普通话 就我这个普通话 这么不好要追溯到我的小学 因为我的小学运营老师 他不是正规的师范学校毕业 他是在我们小学毕业 然后就留校任教了 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学过拼音 他教我们拼音啊 全是靠着自己的理解教 他在教我们这个平鞘舌的时候 就是这个支持师和支持师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说来来来 同优们 我们今天啊 来学习一下这个巧声音 学习这个巧声音啊 你首先要把这个首都卷进来 就把这个首都卷进来 他们把这个巧声音 而且我们老师 他只要把石头卷起来 轻易就不会放下了 真的 我虽然普通话不好 但我大学是辩论队的 那个时候每个 就是在学院里嘛 当时是每个班 都要组一个辩论队 最少四个人 我班报名三个人 班长应邀我去参加 我说你疯了 我这么说话 你们都听不清楚 还辩论了 他说对啊 这时候你想 我们听不清楚 是不是对方也听不清楚 然后我当时第一次辩论 我是耳边 普通话贼不好 但我声音贼大 气势贼足 就给对方一种感觉 就是他说的 好像很有道理 但就是听不清 他说了啥 你的对方耳边 只能站起来说 说对方耳边 请你站起来再说一遍 我说二遍 我说二遍 不说一遍 真的我很怀念 以前没有空调 说的不标准普通话的日子 现在的日子 我也很珍惜 真的快乐 其实真的很简单 但普通话太难了 谢谢大家 太能打了这一组 太好了 谢谢徐志胜 喜欢志胜表演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可以啊 徐志胜 真是可以 吃饭硬了 现在都快 徐志胜大会就开始了 你就说 但总 今天上来这么使劲 是不是前面两人给你压力了 就不希望自己压轴垮在这里嘛 至少一个完美的演出 你看到子浩的时候 你看了吗 他表演的时候 我看了 有压力吗 我今年 因为我们也开放麦嘛 我就看到他 我感觉特别为子浩开心嘛 因为他找到了在台上最舒服的一个方式 这个舞台也不一定 就是说是来第一年就好嘛 就是只要你坚持 肯定会有发光发热的那天嘛 哟 你现在成子浩前辈了 对啊 而且他还整一段 你这不就是去年第一年就好吗 你这干嘛呢你 说了就是你 他上面那一段主要就是说 对啊 那麦子不就是你吗 他天天坐个头等舱 只好呀 只好 其实头等舱的拖鞋 也可以带回家了 然后是你选的你陆姐 我陆姐选的我 你刚看的时候紧张吗 陆姐刚其实现场效果也非常好 非常好 哎呀我要再说替他开心 是不是就有点虚伪了 就是替自己紧张 替自己紧张 老前辈 今天上海感觉你是用了劲的 也好久没看你这么用劲的表演了 对对对 因为这篇稿子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干嘛乐 他没乐 他只是站着 我知道 他只是站着而已 他没有笑 他没有笑 我就觉得这个智盛 其实他也没怎么特发力 那劲儿是对的 对 他就是那个稿子 那你他说 你这 他也没啥事 没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 就特别好笑 智盛已经到达那种 孙小宝他们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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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那种他站那儿啊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 对对对对 怎么了他 其实我刚才就是小陆 讲完了之后 智盛一上来 我就心里边 咯噔 咯噔一下 其实小陆 前面前怕狼后怕虎 他老于黑马 不然和关键是他自己选的智盛 这一会儿 就也是较劲的 这个真的是 也是不能光为了晋级 也想较劲 飘飘凉凉的赢 那是好啊 你看你这个 就因为在小陆解后头 你发力了 文文刚也是笑的嘎嘎的 对 特别好笑 我觉得他虽然那个刘海儿没有了 但是他这个口音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感谢你这个小学老师 口音保证特别好 你小学老师不会叫孟川吧 这这也是就是 就是高净 是吧 我高兴 我高兴 按说写的我小子不都 平时都是感觉看不惯的才容易写 但是你就是高兴也能 所以说我写的事就没有那种特别悲伤的事 第一期其实讲的是稍微沉了一点 然后其实就那个事可能对我的影响有点大 但是我之所以讲那个消炎暴力那个事 也是因为有很多人给我发微博私信 说他在那个消炎暴力被困扰呀 这些事 我就想告诉大家 就是这些不开心的事总能走出去的 最后你收获得一定是开心 开开心心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挺好的 是 自个儿都自个儿玩 说得好 四个拍灯 那么也请其他三位回到舞台中央 希望下半程的朋友们做好自己 毕竟你们也知道那姐最烦是什么样的人 让我们掌声欢迎 徐志胜 好 牛总来到演唱会的感觉 大家应该能看得出了啊 今年的造型和去年有些不一样了 今年把刘海剪了 给大家讲讲为啥吧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去年这个刘海他太火了 就他已经火到有点功高盖主了 就去年大家看到我 他的目光就会停留在我脸的右上方 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刘海看 表情是那种专注且满足 仿佛在我的刘海上看到了日出 真的有一次我这个刘海不太明显 我去参加一个活动 这个主办方当时就不高兴了 郭叔说志胜啊 你刘海不在 我们也没必要让你来呀 真的 就是我可以不去 但刘海必须来 就在主办方眼里就是 哎呀 挺好的一个刘海 怎么还长了个人呀 哎呀 今年没了就想着把刘海剪掉嘛 就好好斜断着 好好再进步一下 结果没想到我剪完头发 同时看到我说 志胜怎么感觉 你比之前还好笑 你现在特别像一个民国的车夫 骆驼圣子 我今年回老家嘛 回老家也有很多人过去找我合影 大人应该都知道 真的就当时已经有多少人 就连初中欺负过我的人 都去找我合影了 就当时真的很尴尬 我也没想到 他还主动破屏 说志胜 你不会连我也忘了吧 说我初中的时候 可没少找你要钱呀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离家远 我是在外面住房住 那段时间 就经常会有一些高年级同学 过来找我要保护费 要完保护费之后呢 就开始打我 就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大哥 你倒是保护我呀 而且他们第一次找我要钱 把我拉到一个很黑的角落里 让我面对着墙 然后他们就在我身后 问我说兄弟 你有钱吗 我说有 他说你有多少 我说你要多少 他说你又说 你现在身上有多少 我说两块五 他说行 就当时我就知道 我说多了 这两块应该就行 而且他这时候 问旁边一个人 说你有钱吗 他说没有 走吧 我说你们这么讲道理的吗 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不讲道理了 就是甚至他们后来 开始欺负我的时候 都不给我一个理由 我以为在被打之前 他们还指着我 说了一句 说今天这个事儿 和你没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 我那天被欺负 是因为他们其中一个人 失恋了 我说 打我散散心 那也是我 我人生中第一次 因为爱情而受伤 但当时我不知道他失恋呀 就是很奇怪 就一个人 他在打你的时候 他泪流满面 而且关键他在打着打着 突然对着我 喊出来一句说 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一句话把我喊懵了 我说你们这个的占有欲 这么强吗 怎么 这是我给别人 三块钱的故事 让你知道了 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但是后来就有人 问我说 自身啊 在那么艰难的时候 你是怎么过来的 其实我当时就相信了一句话 就是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业 必先牢其筋骨 恶其体肤 就你这么一想 心态也都不一样了 他们没打我一下 那都是给我 未来的世界 天砖加瓦呀 就有时候打着打着 都把我打骄傲了 就是放现在 我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 我都得唱一句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是英雄 但后来我就想明白了 我就说这个不好的东西啊 你无论怎么合理化 它都不会变得合理 所以我后来就去找了我妈 所以说在这里给大家说 如果真有孩子 在经历这些 还是要告诉家长 就我妈就找了我的班主任 就很快就帮我 把事情解决了 然后我才意识到 这个天将将大任 这个大任指的是 我的班主任呀 所以遇到这个事 大家千万不要想着 做公用的 也可以找到妈妈 老师 警察她的帮助 他们就是你的正义联盟 谢谢大家 没挑战她 没挑战她 谢谢 谢谢志胜 确实是错过了刘海以后 后面就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了 我没想到你把刘海剪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别人老看你刘海吧 其实不是 就是感觉 她也不好看呀 所以你是觉得这样好看呀 好看呀 其实原因很简单 想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还是想好好搞脱口诱 就这个标签 它开始慢慢地 让大家忽略你其他东西 我还是想 多展现一点的嘛 有新鲜 从去年我就开始一直看她这个刘海吧 刚才她一出来 我就觉得 哎呦 姐那刘海 得下多大决心啊 那可是一个卖点啊 很有记忆点 也很好笑 然后而且这个 讲的这个 挨截这事 我都特别有功名 我以前上学 而且我也回是一个大哥 也是管我要钱 说你带钱的 我说没带钱 大哥一脚上来 然后我一吞 当时我没站好 把她鞋脱了 大哥就懵了 直接他一踢 我手里就装上她鞋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这只多子拿上她鞋 然后所以说 我觉得以前这些事 今天讲的还是感觉特别靠谱 智盛对自己要求高 明明已经有那么有特色的 让观众记得 想要突破自己 所以呢 我也是帮智盛突破一下 其实刚刚绝对是一个 四等水平的表演 那我们看看 在挑战下能不能进击吧 谁敢站 会吧 但是后面确实名额不多了 好 现在进入抢麦环节 挑战徐志胜的朋友 请起立 五秒倒计时 现在开始 五 四 三 二 没人站是不是 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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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挑软狮子捏的 就许志胜 不显之胜 许志胜 许志胜完 许志胜呗 都没留好呢 还打不完吗 恭喜许志胜 晋级成功 赞总是对的 他其实就想看看我展示了这么大的决心之后 有没有更好的东西 刘海还在宫高盖中 不该剪呀 后悔了 后悔了 智胜三灯也没有人敢挑战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高的荣誉了 而且以智胜的能力 无论他面对什么样的险境 他肯定都能化险为夷 我相信他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还没有淘汰过任何天王 对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三灯没人挑战 好像比四灯还厉害了那么一点 不知道哪些方面厉害那么一点 哈哈哈哈 就大家看得出来啊 我是徐志胜 真的就大家看得出来 我这个长相就很符合这个行业的要求了 就是无论台下的观众在干什么 只要我上台 大家都会忍不住地看我机 他们说这个好笑啊这个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我确实经历了很多 我以为我永远不会经历的事情 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我去参加了一个直播带货活动 我当时自己背着书包就去了 负责接待的人也很热情 正在那儿跟我聊天 聊到最后问我说 咱们的艺人什么时候大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关键导演在分配产品的跟我说 说志胜啊 你今天负责的产品就是卖面膜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导演啊 就我这个长相 你让我卖面和卖膜都行 哈哈哈哈 这就炸了 我天啊 但卖面膜会不会太冒险了呀 而且确实当我拿着面膜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 看直播的观众也很激动 就在那里疯狂地发弹幕 但我发现没有一条弹幕在讨论产品 全都是问号 哈哈哈 我就特别不解 只不解说我就问导演 我说导演啊 你到底想通过我这张脸 来表现这个面膜的什么作用 副作用吗 刘老师都笑成这样了 还不拍吗 真的 我有时候看到自己的长相 我就在那想 我说这个长相 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 直到我开始脱发 哇 就要熟灯了 要熟灯了 真的 就随着发际线越来越高 脸还越来越长 我就感觉我的脸 在给头发抢地盘 就跟大家说句实话 以前这些部分都不是脸 就这个头发掉的呀 是真给我长脸 就因为这个长相和这个发型 就很难让人相信 我是一个95年生人 真的你们的反应刺痛了我 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 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长相却总让人感觉我过得很悲惨 就前一段时间我去我们楼下便利店买牙刷 我正在那挑了 突然老板凑过来说 这个最便宜 哇 真没有机会了 自生自生 最高兴的是何广志 真的 我当时都懵了 我就心想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结果他以为我还在纠结说 真的没有比这个再便宜了 这个长相可能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 就是真的会有人来安慰我 经常会有朋友看着看着我 说 自生啊 没事 没事 你自己啊 想开点 就经常安慰着我手足无措 因为没有人安慰我的时候 我也不自卑 但大家一安慰我 我就感觉不自卑是我的问题 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长相的严重性 但我就认为啊 人的长相肯定都是平等的 只是长得不同而已 但是你会发现 有些人就喜欢对别人的长相指指点点 经常我就认为啊 谁也没资格评价别人的长相 因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绝对的美 也不存在绝对的丑 但上次说到这里 一个朋友打断我说 你这个话说得有点绝对啊 太猛了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脱口秀 因为脱口秀的观众 看到我这个长相 就是很开心地笑 有一次我去演出 上台之后一句话没说 全场报销了五分钟 就在那五分钟里 我就明白了什么叫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但我想着 这毕竟是个语言艺术呀 我就给大家说 大家能不能静下来 听听我的内容 但你已经领说 我的天 口音也这么好像 我们在这里向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许志胜 就我没有容貌焦虑 太快了 我头发都这样了 我都不焦虑 你说痘痘 你们焦虑什么 但是刚才庞宝老师说 他是色热嘛 其实我是红绿色盲 我也是在知道 庞宝老师是色盲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色盲 分为红绿色盲 蓝绿色盲之外 还分为好看的色盲 和不好看的色盲 但是我也确实 因为得了色盲之后 得到了一些 对我长相的肯定 因为每一次 我看那个色卡的时候 医生都在那 你好好看 我说这好看 就忘了我还好好看 我也是得了色盲之后 才发现 原来大家对一个病的态度 竟然可以是好奇 大于同情 就我是在高中 确诊了色盲 就我确诊色盲之后 我的同学就直接 以我为中心 把我围成了一个圈 我当时站在圈中间 看着大家那种 期待的眼神 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 色盲表演艺术家 而且这个时候 还有同学出来 我说紫上来 你看那是什么颜色 你看这是什么颜色 那种感觉就是 哦 你是色盲呀 那我非得给你点 颜色瞧瞧 关键说我在那看不到颜色 他们还在那里鼓励 我说紫上没事 你再仔细看看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怎么仔细看看 就是我色盲 是因为我太粗心了是吗 这都不太 而且大家要知道 色盲这是一种病 而且这种病治不好 这是一种绝症啊 绝症 绝症 但这个病 真的没有人同情你 还会有人嘲笑你的口音 而且色盲 作为高中生物的一个重要知识点 就我的同学后来看我的眼神中 开始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就他们开始不光关心我 他们开始关心我爸妈 说自声 你是色盲 那你爸妈呢 我说不是啊 哦 那他们的金型是大A小A啊 他们生你的概率是四分之一啊 而且色盲这个病 对我可能生活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我过马路的时候 是分不清红绿灯的 我第一次过马路 看到红绿灯 我还特别奇怪 我还去问过我们老师 我说老师啊 为什么红绿灯这么重要的东西 要用两种这么不容易区分的颜色 那老师都懵了 说因为这个就是人类最容易区分的颜色 而且我妈知道我这红绿灯灯 我就一直给我说 说你过马路的时候呀 一定要别人过的时候 你再过 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我总有自己过的时候吧 每次这个时候 我都要在那里等 等一个人来 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刚好是红灯的话 非常合理 我就在那里等红灯 但如果是绿灯的话 他会发现我也不走 但一旦他从我身边经过 我就会立马跟上去 就这么跟了四五个单身女性之后了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啊 一旦发现我跟上去之后 就会开始不自觉地加快自己的脚步 但是他们加快脚步 在我眼中意味着 绿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就超高了 应该是第一了 后来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总结 红绿灯的规律 后来真的让我总结出来 就在我眼中啊 绿灯亮 红灯没那么亮 我就靠这个来过马路 但是很多朋友会特别奇怪 说志胜啊 那你黄灯怎么办 我说黄灯 我本来就认识呀 我就发现啊 我这种色盲 是属于生理性的色盲 就看不清红绿灯 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精神性色盲 因为他们过马路的时候 也不看红绿灯 他们只看身边有几个人 只要超过三个 红灯唯一的作用 就是为了烘托一种喜庆的气氛 真的有一次 我给你大妈这样的闯红灯 我说大妈 大妈 这不是红灯吗 哎呀小伙子 你走着走着就绿了 往下这里一下大家 大家好 我是徐志尚 确实这个节目效果 确实是很多演员 我现在靠努力无法达到它 等一下就赔了 对啊 拿过路啊 确实节目播出最后 收到了一些好评啊 全是夸我丑的 真的我说我研究生刚毕业 大家也不信 还有人给我发微博视频说 你给我看看你的学信网截图 确实刚刚研究生毕业啊 我就发现在社会里和在学校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你在学校里 你会发现身边的人 都特别有梦想 你感觉每一个人都活在梦里 我一个同学啊 他的梦想就是去美国留学 然后从大一就开始努力 每天非常努力地倒时差 他就认为他和去美国之间就差12个小时 我另一个同学 他的梦想就是去拉萨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他就一脸庄重地看着我 他说自圣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去拉萨 我站在旁边 看着他庄重的样子 我都感觉他是文成公主 而且他也不努力 我导时他同学都跟他劝他 说你得努力呀 你实在不行去楼底上练练高原反应什么的 但他不是喜欢宣扬他的梦想 经常跟我说 我说自圣你知道吗 我说哥们我知道 你有一个梦想是去拉萨 现在我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送你去拉萨 真的你去拉萨的火车票 我都替你看好了 来回750 你要从大一一天存一块钱 你现在从拉萨回来两趟了 当然了 我也根本不想送他去拉萨 我说让小鹏披舞送你去吧 他有百变空间 开累了还能躺下休息 读读书什么的 他说读书我等啊 自圣我见你第一眼 我就说自圣啊 你就得多读书啊 但是你会发现 进入社会就不一样了 进入社会真的很难 找工作就很难 你在学校里还会能经常听到别人安慰你说一下 自圣没事 你们年轻人的机会是无限的 但是当你出来找工作 你就会发现 年轻人的机会确实是无限的 但是年轻人也是无限的 而且根据求极限原理 无限比无限很有可能等于零呀 听不懂这个梗呢 真的很难有无限的机会呀 找工作真挺难 而且招聘要求上 一个个还在那写着 要求什么五官端正 普通话标准 我说这个针对性 是不是有点太强了呀 去年呢 我还是找了一份实习工作 是在一个教育机构里 当初中物理老师 然后我遇到这个领导 特别喜欢劝别人喝酒 我第一次跟他喝酒 我就说 我说领导 我不会喝酒啊 真不会 领导说 真不会啊 我说真不会 来来来 我教你 来你看 这个是酒 这个是嘴 喝酒啊 唯一的难点 就是把嘴张开 就这种领导教你的 有很多东西 是领导是不教你的 但他认为你知道 有一次我跟我的三个领导 坐电梯去吃饭 大家可能知道 在电梯里有一项潜规则 是谁的地位越低 谁就应该按这个电梯按键 但我当时就认为 谁是谁离得近 谁按 所以说我和我的领导 从12楼到9楼吃饭 电梯门打开 还是12楼 所以我的三个领导 开始同时把目光 看向了我 我在那儿就以为 是他们想让我 缓解一下这个尴尬 有个领导说 我说领导啊 这个按电梯啊 就是这个是手 这个是按键 按电梯唯一的难点 是你要用手 给这个按键 一个压强 但是当你为了 环境尴尬 讲了一个梗 但你发现 整个电梯里 回到那 却只有你自己 笑声的时候 而且这个小领导 真的是很生气 他出去之后 开始给我传递 一些特别错误的 价值观 给我说 只剩啊 只剩 你都进入社会了 你应该学会 先当狗 再当人啊 真的 这一句话 就整个的颠覆了 我对进化论的认识 就因为这句话 对我的重启太大了 我紧接着问了领导 我说领导 那你现在是人是狗 我按照这里 谢谢大家 看下了 看下了 大家先别笑 先别笑 现在已经网上 已经开始有人说我了 说许志诚脱口秀 没什么实力 全靠脸 真的 听到这些质疑 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还是个 脱口秀花瓶 真的 我现在听到这些 质疑的那种心情 就跟那些爱豆 是一模一样的 就我现在特别想跟你说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我就感觉就为了 让我们双方 我和爱豆都摆脱这种质疑 就应该换一下 让那些爱豆来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去创造营当练习生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 就是我在线下的时候 很多演员介绍我的时候 会说我是脱口秀露寒 露寒 这个就是开玩笑 这个就是开玩笑 为了喜剧效果 但是有很多观众 他就当真了 就会有很多误会 有一次我在这个湖南 湖南那个卫斯大楼 湖南 我在这个湖南卫斯大楼 一个观众就认出我了 他就在那喊说 陆寒 陆寒 当时所有人都在那里 开始找陆寒 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我说这可千万喊的别是我呀 结果就是我 他过来说 说陆寒 你给我签个名吧 你给我拍个照 真的 你在看旁边的 看我的表情都懵了 说这不会就是 陆寒素颜的样子吧 你给我拍个照 还是得靠长相 接下来给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这个长相 可能靠不太住的一个领域 就是恋爱领域 真的 我在谈恋爱这个地方 这个长相就不怎么占优势了 虽然我一直在想着 靠幽默来弥补 但我发现还是不够 因为有一次 我跟一个女生聊天 聊得特别开心 她笑得都不行了 但是她看着我 突然冷静了下来 说志胜啊 你要长得帅点该多好啊 我在高中确实很认真地 追过一个女生 我当时为了给她表白 我还特意写了一首长头诗 但她根本就没有发现 我这个巧妙的设计 她就没敢往那儿想 真的 我的朋友之后 还给我总结表白失败 我朋友还给我总结经验 说志胜啊 该长头的不是诗 我还会耍一些 真的 我为了追她 我还经常耍一些小心机 有一次我跟她 给她去买东西去外边 然后回来上楼之后 我就发现外边下雨了 我就想着我要给她 营造一种我冒雨 去给她买东西的感人场景 但我又不想下去淋雨 我就去水管那儿 开始往自己身上浇水 然后当思路路的我 出现在面前把东西递给她 我这时候一句话没说 扭头就走 留给她一个潇洒的背影 但没想到这个背影 不光潇洒还很干燥 就是我前面都湿透了 后边一滴水都没有 这个姑娘都懵了 说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跑太快了 后边的雨没追上你是吧 而且你在高中追女孩 那些女孩还会带着 她们的闺蜜来看你 当时我就在那个课间 给同学呆上闹着玩了 然后我就看到她带着几个姑娘 出现在了我们教室门口 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就看见她在那里用手指了指我 然后就传来了一阵爆笑声 当时我感觉还挺甜 她在笑 我在闹 虽然追女生确实很难 但我发现我的女生缘特别好 就是因为女生也很难 遇到一个像我这样的男生 就是能给她很多快乐 但又不用担心自己会陷入爱情的陷阱 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是这些女生跟我出现的时候 一般都是结伴出现 就她们确实很喜欢和我相处 但是又不怎么喜欢和我单独相处 所以我现在的心态 我也发现了一些变化 我就看到一些好看的男生 在那谈恋爱 但是又给不了那个女孩快乐的时候 我就在那想 我说她谈恋爱 也没有什么实力 就是靠脸 她就是一个恋爱的花瓶 好 谢谢大家 我的蜘蛇照 谢谢大家 确实啊 确实 节目播出之后 很多人讨论我的时候 都用到了一个词叫 掌向优势 但是好像大家虽然说 认可我这个掌向优势 但还是很微妙的 对我这个掌向 因为有一个微博网友 还给我发私信 说志胜啊 我特别羡慕你的天赋 却害怕长成你的模样 我发现这个掌向优势 也太容易失去了 前一段时间 节目播出之后 我去拍了一组艺术照 我就发现 我这个妻子 确实给人家的工作 造成了很多困难 我就在她等着化妆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个化妆师 就站在我身后 端详镜子里的我 她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听到 从后边传来了一声 很轻很轻地说 没事 我当时都不知道 这个没事 是在安慰我 还是在鼓励她 而且这个拍艺术照 她总是希望 我能摆一些 很帅气的知识 但是我发现 我对耍帅人 这件事情的记忆 还停留在青春期 所以她跟我说 徐老师 摆一个帅气的知识 我能想到的就是 我说嗯 真的 直接把摄影师弄懵了 摄影师说 徐老师 你这个知识 有点old school啊 08年奥运会之后 我就没这么见识摆过了 然后她为了让我更好地找到感觉了 她就去网上找了一张陈伟婷的照片 陈伟婷 我说你不知道哪里不对吗 这人不对啊 而且她为了让我找到自信 她就开始在疯狂地鼓励我 在鼓励里边加入一点 她对我的一种小要求 她就在那 说哎呀 徐老师 特别好 特别好 把眼睛再睁大一点 说哎呀 帅死了 帅死了 再睁大一点 最后她发现 真的确实我真的很尽力 但效果确实也不尽如人意 她最后没办法说 徐老师呀 咱们这组照片 试一试把眼睛闭起来的效果 等这个照片拍完之后呢 等照片拍完之后 我就发现 她就想让我们几个演员 发照片宣传一下嘛 但是拿到照片之后 我就发现 我的照片和其他一个演员 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我的照片 是唯一没有这个照相馆水印的 特别开心的一点啊 就是这个掌 掌相优势啊 今年开始在我的感情领域里 开始发挥作用了 今年确实谈恋爱了 太厉害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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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真的 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会让我的朋友这么震惊 就所有的朋友听到我谈恋爱 说 志生你真有女朋友了 真的 真的有这么纯纯的爱情吗 还有同学们更过分 跟我说说 志生啊 为什么你的感情才刚刚开始 我就觉得有点感人了 但是我发现 在一篇震惊声中 只有广志 表现出了一副 受到鼓舞的样子 过来过去说 志生 我觉得我也行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啊 是朋友介绍的 但是我朋友介绍的时候 确实还是有一点顾虑的 还特意给他说了一声 说 我这个朋友啊 长相有些普通 你准备一下 但是我俩在一起之后 我还真的问过他 我真的问过他 我说 你当时 到底相中我什么了 他说 其实 我那天心情特别不好 但看到你之后 一马开心了去了 真的 但是我问这个问题啊 不是因为我不自信 是因为我妈不自信 我妈知道我谈恋爱的 第一反应过说 说你可给人家说 咱家可没钱 而且现在节目不出嘛 我女朋友还担心 说志生啊 咱俩现在谈恋爱 会不会影响你的粉丝呀 我说你认为我的粉丝 喜欢我是想和我谈恋爱吗 他们是整个娱乐圈 最纯粹的粉丝 他们和你一样 也只是喜欢快乐罢了 我把演讲这里 让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正善 我是正善 准备好接受暴力丑学的幽默了吗 哎呀 以前呀 大家都说我靠长相 能够自己写段子 就是说老天爷赏饭吃 我现在发现 谁都来想来尝一口 这怎么老天爷赏我的 还是个大锅饭吗 哎呀 接下来就聊一聊 谈恋爱的事情吧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 是朋友介绍相亲认识的 说实话 我的相亲经验 还挺丰富的 倒不是我去想了很多次 而是我的朋友 相亲都喜欢带着我 他们还给我解释 他们说就希望女生 看到自身之后 就产生一个想法 就是除了她 谁都行 但有时候也很冒险 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 去相亲 他俩可能之前没有见过 那个女孩见到我俩之后 迟疑了好久 问了一句说 是谁 然后朋友赶紧在那 举手说 是我是我 那个女孩才 长舒了一口气 真的 我也很难想象 我能通过相亲找到女朋友 因为如果说相亲是爱情的盲盒 那我就是里边的隐藏款 就谁抽到我 都想赶紧把我隐藏起来 就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之后 我就发现 就没有人夸我们般配 全是说我女朋友善良 就他们看到我女朋友就说 这一定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但是看到和我在一起 就感觉 他又和低级趣味 藕断丝连 真的 我女朋友有时候 跟我在一块都恍惚 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 有一次跟我说 你知道吗 其实我是一个天秤座 找男朋友是最看颜值的 但我却找了你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我说这就说明 星座确实不准 他说不是 这说明你可能是帅的 我当时我说 这真的是爱情令人盲目呀 他在那给我解释说 你可能不是那种普通的帅 你是长得有点草帅 但确实像我这种草帅观 也特别难得 就像经典有机 Air纯牛奶 原生纯粹 天生珍贵 是真正的隐藏款 我是第一次谈恋爱 所以它是我的初恋 但是我就发现 26岁谈恋爱 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年纪 就有很多事 我就接受不了 比如说有一次 我的女朋友 突然喊了我一声 喊了一声宝贝 哇 我当时整个人都 我说这么谈恋爱 这么刺激吗 我当时就感觉 有一瞬间 我感觉我自己是个古董 我是个宝贝 然后就是你也很难 给他们表示一些浪漫 真的 有一次他跟朋友 在一起吃饭 我就想着浪漫一下 我就给他买一束花 想着去送给他 但是我发现 当我捧着花 出现他面前的时候 他朋友直接问了我一句 说他男朋友 是真的来不了了吗 而且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条件还特别好 她是四国留学 然后又好几处房产 真的就成哥听到之后 我都感觉 说这事 你这个女朋友 是不是在报纸上 找到的呀 旁边是不是在写着四个字 叫成腰最序 她特别奇怪 我女朋友条件这么好 但她跟我在一块 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你知道吗 我说我都疯了 我说女朋友 你再仔细看看我 真的就是应该是我 才应该没有安全感 我都怀疑你是在骗我 真的我跟你在一起 第二天 我就下载了一个 国家反诈中心APP 真的真的特别难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 我就发现这个 我靠自己的长相 既找到了自己 属于自己的脱口游视野 也找到了爱情 很多人就说 自称你这个长相 是一种五彩八男的黑 但是他又忘了 我还是一个色马 所以说大家以后 见到我就只需要 黑黑黑笑就行了 谢谢大家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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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公布之后呢 前三名就出现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本年度脱口秀大会第四名的名字 其实我还是很看好周期末的 然后广志应该可以拼一拼 除了周期末不可能 我跟庞博 我们仨可能都有可能是第四名 大家都演完的时候 是知道肯定期末会晋级 所以我们剩下的人 其实是在争夺两个名字 感觉是挺有希望的 我知道我的结果应该不会差 不会太差 但是能不能进前三 不好说 应该是我 在所有人惊叹的声音中 来到舞台中央 曾经出众的颜值 独特的口音 还有跟广志的友情走到了总决赛 我已经听到了很多观众和 包括演员 包括这边 包括我自己的费解 但是还是要恭喜徐志胜 获得年度第四名 真的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我从进入半球赛之后 我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能力 在这个舞台上 我已经看到了上线 真的 我现在每走一步 都是有一种得不配位的感觉 真的 真的 十字明天 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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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我知道 因为我特别感恩 就是我之所以没有说 我之前想过退赛 因为我知道 比我优秀的人有很多 在里边 有太多了 我也是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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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仅不正在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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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